以前,很久以前,悬崖顶上住着翼龙爸爸、翼龙妈妈和一颗蛋。 有天晚上,噼啪,蛋裂开了,小翼龙出生了。 白天,爸爸给小翼龙喂好多食物。 多吃点,身体强壮才能保护自己。 夜晚,妈妈温柔地哄小翼龙睡觉。 宝贝,你要关心别人,永远善良啊。 就这样,小翼龙噗啷噗啷地长大了。 他长得和爸爸一样高大,和妈妈一样温柔。 有天晚上,在小翼龙睡着之后,爸爸和妈妈悄悄地飞走了。 因为爸爸说,宝贝长大了,可以一个人生活了。 我相信他肯定行的。 早上,发现爸爸妈妈不见了的小翼龙急坏了。 他大哭起来。 爸爸妈妈,你们在哪里? 突然,小翼龙听到一阵笑声。 嘿嘿嘿嘿。 是可怕的霸王龙。 他要爬上悬崖了,就快够着小翼龙了。 呃呃呃呃呃。 就在这个时候,轰隆一声巨响,悬崖旁边的火山喷火了。 大地咚咚咚咚咚地摇晃起来。 哐当一声,霸王龙重重地摔到了地上。 哎哟。 小翼龙探头探脑,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 看到霸王龙身上,压着好多石头。 啊,怎么办? 爸爸以前说过,霸王龙是凶暴可怕的家伙,我可不能靠近他。 但他又想起妈妈以前的话。 不管谁遇到困难,你都要帮助他呀。 好吧,霸王龙现在遇到困难了,我应该帮助他。 说着,小翼龙一块一块,搬走了霸王龙身上的石头。